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人间的思维来思考一些问题 用菩萨的智慧来思考人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在人间 但是我们的境界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人间很多事情看破放下 因为只有放得下你才能修得好心 因为当你真正放下了自己万元 你才能达到菩萨的境界 台长跟大家举例子 同样一件事情 人家占你便宜了 如果用人间的想法可能会引起你的称恨心 会觉得我为什么给他占便宜 我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如果用菩萨的境界来看这个问题 人家占便宜了 实际上你就给他赚便宜 因为我们吃亏就是便宜 因为我们吃了亏之后 我们就是圣人 而占了便宜的人 他可能境界会很低下 他就是小人 所以要懂得吃亏啊 同样的道理 因为在人间 你因为吃了亏了 你想通了 你不会生气 你不会嫉妒 你不会烦恼 那还是你占便宜了 而有些事情在人间 并不是说你不想吃亏 你就能不吃亏的 因为你不想吃亏 你还是吃亏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台长继续和大家讲白话佛法 那么我们经常说 有时候一个人的观念是很重要的 这个观念呢 就像水一样 因为当一个人的观念 非常非常的强恨的时候 他如同水像洪水一样的冲下来 使你的观念呢 改变不了你的 所自己的 改变你的自己的行为 如果你的观念如同溪水 如同非常好的 那这样的话呢 那你的观念呢 又像溪水一样 渊源流长 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 要管住自己的观念 同样一个事情 你用这种方法看 和用另外一种方法看 得到的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根源 根源非常重要 什么叫根源 就是追根寻源 我们的源起就是我们的佛性 所以我们想问题 都是要从深度来想 都是要用良心来想 就是想想你自己的佛源 所以我们要懂得 做任何事情 第一 要提 要亲 什么呢 就是把境界提高 把心情增加 实际上就是大慈大悲 我们越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越提的高 境界提的越高 你的亲情就越多 也就是说 你越有菩萨的思维 你对众生 就是越来越亲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大慈大悲 他是菩萨 他是佛 他越是佛 他越是菩萨 他对我们众生越是亲 他越是在救度我们众生 观世音菩萨经常说 我们有求必应 只有自己最亲的人才会有求必应 有时候 我们的亲人都不一定能做到有求必应 而观世音菩萨 他就能让我们有求必应 所以我们如果的根气 也就是我们的本性越来越纯洁 那么我们的根本性越来越纯洁 所以我们的根就是越来越纯洁 我们的根越来越纯洁 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会越来越纯洁 所以我们要明白 念一定要明白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我们不能对人间所有的大爱 我们要放下 我们要学菩萨 我们要懂得大爱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无念无不念的境界 就是说我们在人间所有的念头 有时候好像有 有时候好像就没有了 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非常想做 我们的念头起了 但是想一想 这件事情做了也不一定成功 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成功 是不是对呢 所以又到了无念的境界 这就是看破放下 对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要执着地去追求 只有把它看破放下 所以慢慢地就会正入无念 无无念的境界 所以我们想在人间越来越做事情越显灵 我们想学佛学得越来越有光 要照亮自己 实际上我们一定要脱离根层 什么叫脱离根层 就是脱离根层的尘埃呀 你要找寻出你的真正的根 而把那些尘埃要把它脱离掉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我们要体露真常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要脱离自己不好的 包在你心灵外面的尘埃 我们要经常体会和明白 什么叫真正的永远长久的东西 我们要体悟 我们要知道真正长久 永远伴随人间的 是我们的真情和本性 所以我们的本性应该污染 我们心中要干净 我们的本性要干净 也就是说我们人间常说的 要良心要善良 我们才能自圆成 本自圆成 也就是说我们的根本的东西 才会成功 就是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本性才会圆润 才会成功啊 要看到自己身上的肮脏的地方 你才能破除这些迷雾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身上缺点都不知道 他怎么样来成功呢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要离妄想啊 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们的妄念太多太多了 大家想想看 今天我想去发财 明天我想做名人 后天我想让家里房子换得大 后天我又想去能够做一个官 最好让人家下来 你来做 等等一切的妄念 就是造成了我们心性油燃啊 因为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良心 有污染了 我们就是因为妄念所入啊 因为我们有了妄念 我们的本性才不会干净啊 因为菩萨他没有啊 没有妄念 因为菩萨他都想的众生 所以他才远离妄念 听众朋友们 要记住 啊 我们学佛 要卢卢佛者啊 什么叫卢卢佛者 我们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就要做得像佛一样 我们所有的行为 我们所有的本性 我们所有在人间追求的一切 要以佛为准啊 这就是说 要学会卢卢佛者呀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经常说 只要功夫深 铁除磨成针啊 有时候 我们念佛念经 只要功夫到家了 我们 很好的努力 一定能够成功的 而有时候 我们功夫不到家 我们不努力 那么 你 学佛修心的功力就不够 这就叫功夫 所以 学佛 要懂得 啊 学佛法 因为我们懂得 学佛 学法了 我们才能在人间 做人 啊 做事 所以 我们自己学佛 要懂得 要感应 教家 也就是说 我们感到的 学佛 感到的东西 和你相应 学好的 那些印证的东西 要正好 要合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念经呢 才会有力量 台长 跟大家解释 就是这样 大家想想看 啊 大家想想看 啊 那么 想想看是什么呢 想想看 我们学做人 学佛 如果你念经念了半天 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你 肯定的 力量 自身的 心力会减退 如果你念经念了 有感应了 那么你 自己的心力 就会加强 你的信心 也会加强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 跟着台长 学佛 学法 他们为什么 越学信心 越足 因为他们 得到了感应 他们得到了 观世音菩萨的 加持 他们很多事情 有求必应了 所以 他们才会 越学 越有劲 当然 到了一定的境界 学佛 学到一定的境界 我们不去追求 这些东西 它本来就应该有的 不追求这些东西 有了 那更好 没有的话 我们也是 一门精进的 好好学 这就是等于 我们 做人 学佛 犹如啊 云散 长空一样 我们的心灵 犹如云彩一样 我们要让云彩 撒遍你的 长空 这个长空 就是你的 青天 就是你的 本性 就是你的 心灵 就是你能够 装入 宇宙 空间的 大彻 大物 所以 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学 云彩一样 我们要让白云 撒遍 长空 当人有境界的时候 人 是一个白云 当你想做好人的时候 学佛的时候 你产生出来的 就是白云 这些白云 配上蓝天 那是多么漂亮 当你在动 坏脑筋的时候 在做恶事的时候 你这个云 就是乌云 当这些乌云 遮住了云层 遮住了你的蓝天的时候 显示出的 就是灰暗 就是你将遭难 有如我们在人间 乌云太多 接下来就要下雨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洒下的是白云 洒下的不要是乌云 因为乌云会遮住阳光 把你的本性所遮住 而真正的白云 它能够响测云霄 能够云洒藏空 让你露出你真正的青天 也就是你的本性 在这里给大家讲的 就是白化佛法 就是很现实在人间 所做的事情 就是让大家 应该学到的 本性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的人 不会给自己制造乌云 只会给自己制造阳光 制造白云 听众朋友们 学佛 很愿意见到 本来的面目 我们很多人都有本性 都有良心 我们本来是谁呢 我们现在又是谁呢 我们将来走了之后 又是谁呢 我们很多人都想 清见本来 但是 本无所见 因为你看不见 因为你最最的本性 你是看不见的 只有靠你自己来体悟 所以 你无见 你看不到你的良心 本性之后 你就会制造很多的麻烦 在人间 当你清见本来面目了之后 你虽然没有看见 但是这个时候 你无见就是真见 当你真正看见你的本性 良心之后 你有见 就是真正的无见了 因为你没有看到本性 你没有看到你的本性良心 你就像没有见到他一样 当你看见了本性 你这个时候心是空的 你又像见到他一样 所以我们要克制 自己心中的尘埃 让我们真正的本性 能够增见 我们真正见到了本性 所以我们才能本所见 见本所见 就是见到本了 你就是见到真正 你应该所见到的一切了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台掌白话佛法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 主要的 要大家记住 我们要彻悟民心 要明白自己的本性 我们要学会 要有修养 我们要相互之间 要团结 要有爱 我们的本性是很善良的 我们现在共沐浴 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之下 我们只有共同沐浴 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之下 我们的本性才能 如同太阳光 照彻 大地 万物 如果我们的本性 被你的乌云所遮住了 你就看不到阳光 你的本性就找不到了 没有本性 没有良心的人 他做出的事情 就会像畜生一样 所以我们学佛修心人 要懂得 把自己的良心 本性 能够找到 能够 彻悟他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做任何事情 学佛 学法 要找到我们 最根本的本源 听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在初一十五 要多拜佛 要多烧香 要多献花 献花呢 使你越来越漂亮 共有 会让你的心 会明亮 你把你的眼睛 也会越点越好 另外 也希望大家 能够 无缘 大词 都能够 有 缘众生 你要看到 无缘 大词 我们跟 所有的人 说没有缘分 实际上 都有缘分 可能我们的前世 都是亲戚朋友 所以 要懂得 无缘 大词 我们救度众生 无缘 无故的 就要帮助大家 这才叫 慈悲 为怀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好 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